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休息区便販毒斷點 上游開來租賓車 車上放鑰匙跟毒品 隨即下車監看 接著下游會上車清點 確定沒有問題就開車離開 毒販把彎腦筋動到休息站上 警方發現租賓車成了 毒販愛用的死轉手工具 以假證件租車看準假地以還特性 單次使用 形成斷點 相較私家車來說 就算偷髒車來作案 也是會被警方分析軌跡 常觸摸地點萬一曝光的話 上下游還可能一起被帶 有所顧忌 因為他也怕黑吃黑 也怕被警方查期 所以他們會用所謂的死轉手 造成我們警方查期的困擾 但是如果警方透過 一些有關大數據的分析 還是去勾計到他們的交集 也可以預先到達現場去做部署 根據國道警方統計會證 去年整年度 國道上共有97件毒品案 除了交流到服務區 臨檢盤查查獲之外 還有車禍案件 被眼尖遠景搜出毒品 以服務區來說 包括其他警政單位前來追氣 就有十八件 我們要去確認這張車子 有沒有經過這個欄架的時候 我們要確認說 它是往哪邊跑 這個時候 一TC就可以發揮功能 你如果要去追 追這部車輛 就可以透過一TC 因為國道車速快 調閱監視器畫面沒有效果 國道警方透過一TC系統 定位可疑車輛 分析路徑 同樣能夠透過科技力量 讓狡猾毒販無所遁形 進行文章授取加上採訪報道